索罗马学院拥有得天独厚的师资队伍 恰当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方 在学校发展的关键时刻 我们节省邀请您的加入 本校是由企业家和伟大的教育家 于21世纪创办 仅仅15年的时间 我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得利于我 基于过去15年取得的长足发展 校董事会认为 现在是讲学校项目 在往前推动的时候了 我们要解决从建校起 就一直存在的学校设施问题 我们在学校全体师生范围中 开展了一次调查 哪些能为美丽的校园 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的校园还缺少什么 最重要的是 您如何看待未来的教育机会 通过调查 我们了解到学生和老师们 对现有的教学楼 场地表示非常喜欢 但是普遍反映 学校缺少聚集 协作 设计 制造 建设 展示 尤其是 一起聚餐 享受美味食物的地方 去年 基于上述调研情况 校董事会要求了建筑 场地委员会 对下一步的项目和设施 开发 进行详细的规划 该规划 以农场式的工作式的模式 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 索罗马学院下一步的项目规划 索罗马学院农场项目 将满足于集体进餐的要求 美丽的农场布局1100亩 的绿色空间 从农场到餐桌 忽然天成 构成校园花园式的 索罗马农牧场的独特 独有的特色 两个厨房 可用于商业和教学 以及我们的花园 可为校区提供餐饮服务 为学校 学生 和各类组织三者之间 提供关系纽带 有效解决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 学生差异之间的问题 但是 这不仅仅是进餐的场所 在此 为索罗马学院 以及临近两所伙伴学校的学生 开展有关食品系统 以及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教育 此外 学生在此 全天聚餐 分享食物和思想 农场 将成为学校活动的中心 工作室项目 使学生们得以接触真实世界 亲身实践 设计挑战 该项目由三个工作室组成 电子 数字媒体 和制造 学生们可在这里 将项目设计诸如实践 开展工业设计 原型设计 动画和影片设计 以及设计和施工 等传统的车间项目 新机院将囊括在其中一个工作室内 为我们校区提供更舒适的空间 同时为学生提供表演 舞蹈 唱歌 演奏乐器和演讲 等展示自我的平台 农场和工作室项目 通过让学生自己 在迅速变化和科技驱动的经济社会中 解决问题 不断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教学创新力 以及合作能力 在该项目全面启动后 推动创新 合作和群体意识 将成为索多玛学院的目标 我们选择了最优秀的建筑师 和施工单位 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处于顶尖水平 尽管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全部设计 但是我们有一个总体规划 计划先完成两套建筑的建设 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片空荡的土地 但是这两个项目会大大提升 校园文化生活 我们的建筑师在研究学生 穿输于校园的方式 进行了深处的分析设计 他们希望能够将远景与新规划自然融为议题 设计师赋予本项目 美丽的空间设计 左侧是剧院和音乐厅 右侧是农场和一个个独立的工作室 农场位于校园的中心位置 稀疏的低轮廓 绿色屋顶 美丽的景色 从广场一直延伸到丘陵和地平线上方 绿色项目室内室外可容纳350人 您可以看到楼上的教学餐厅 学生可以在此准备社区、文化、化学和生物有关的食物 楼下是学生服务、学院咨询和辅导区 主楼梯已被加宽 对该区进行了绿化 中心广场最终将充满生气 绿地项目会在上课日全天开放 将成为校园生活的中心 学生们可以在此学习、放松、掩查 我们对整个场地和学校文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相信您已经对本计划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制造者工作室建在绿地餐厅区下面 围绕着教学区、花园区 而制造者、教师可建在其外 我们会在现有的花园中种一些花草、果树 以及厨房所用的调料 这些空间将激发学生和教师们的创造力 使他们与环境和社区密切连接 去亲身体会制造者、领导人和发明人的无限乐趣 希望您和我们一样对这个计划感到兴奋 我们发起了项目支援捐款活动 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的建设 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一项目而努力 如果我们在未来的45天内能够捐寄400万美元 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资金在今年夏季 开启项目的建筑物第一个结构的建设 在这个码内里现在 사용出其实并変更大 同样 says 这是个大体瓜 峰